同样是有关天候的变化 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北海道上空受到气流影响 天气极不稳定 局部地区持续降下大豪雨 水流 沉灾 铁公路受阻 部分的航空班次也停飞 日本北部上空因为气流不稳 北海道的石寿空之等地 今天凌晨起持续的降下大雨 气象厅呼吁民众 沿防土石流和低洼处 淹水以及河川泛滥 已经有部分民宅淹水商店 忙着防堵水流 当局紧急撤离90多万人 开放学校作为避难所